救国团迈入72年 金融市团委会将历年来服务社会的点滴 做成影片 在72周年团庆祭义工表彰大会上播出 今天是我们救国团成立72周年 祭义工表彰大会 非常谢谢我们市长 还有议长 还有所有的我们的各级的会长 我们的全会长志工的大令 我们让救国团在基隆市一个很有活力的团体 包括我们的各区的建筑 花水 花精英美 花摩采饼 而且还有我们的花摩采建 都是找我们救国团这些伙伴 出来做志工每期五六十个 所以说救国团的动员力很强 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我们 谢国良智长也对我们救国团的支持 也希望在我们市长 议长之下 让我们救国团越办活力越有 为基隆注入满满的活力 培育无数优秀青年 深受议长佟梓威肯定 今天是我们救国团72周年团庆 那救国团长年以来培养出非常多的优秀青年 他们一直秉持着公益乐心服务付出的精神 那这么多年来在基隆的各大小角落 也都看到救国团的身影 那我们今天七个区的优秀志工表扬 非常感谢他们的这个长期的付出 义工的时间 我想他们这个服务的范围比7-11还广阔 所以24小时的服务 所以非常感谢救国团我们 陈建成总干事常年都为大家来付出跟服务 我们也因此以此为精神来持续跟他们一起学习 赞扬救国团志工们的付出与奉献 总干事陈建成分享在各领域展现无私的精神 那我们志工平时在基隆市的各界 都有很多的志工服务 比如说工艺的捐血 然后爱心义脉 社区的卫访美化环境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志工无私的奉献 那这样的精神是我们志工所引以为傲的 那我们在救护团里面 希望透过这样的志工精神 能够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 更有爱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救护团 加入救护团 做救护团义工一起为社会服务 肯定义工们的贡献 展现基隆市团结互助的精神 救护团72年来深耕基隆 期待未来能持续凝聚更多善的力量 让基隆这座城市充满温暖与希望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导 请对下的校长帮我您 请对下的校长帮我您的支持